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命运的使然 一方面他们要表达一种我是代表天命的 另外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的一种谦逊 尊重这个命运 它在不同的人身上显现 它通过胜利显现 它也通过失败显现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 希腊人 罗马人都认为这是命运女神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都应该去尊重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几个失败英雄 这里面有两位比较有名 还有一位不太有名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讲 最早的皮洛士 希腊伊比鲁斯王国的领袖 这个皮洛士小的时候 是在埃及的托罗密王朝做人质 大了的时候才会放回伊比鲁斯当了国王 我要说的是这位皮洛士大哥的命运 皮洛士他是亚历山大的亲戚 而且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小压力善大 因为他英俊 英勇 善战 那么背负着这样一个称号 他很有压力 就觉得我一定要不能让大家失望 所以这小子特别爱打仗 也确实善于打仗 非常善于训练军队 也很勇敢 很有计谋 但是他的问题就缺乏政治头脑 像我们毛主席说的 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但是这位哥们就喜欢到处惹事 因为不打仗难受 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了 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的球员 说你看北边来的罗马人太厉害了 皮洛士一听就很高兴 他要去显示自己的光荣 就跑到希腊打了三仗 具体过程因为有很多描述 我不多说了 最后就带来一个成语 叫皮洛士的胜利 那么他走的时候 还留下了一句话 说我走了 给罗马人和迦太基人 留下了多么好的一遍战场 他回到希腊之后 继续到处去打仗 而且每况愈下 到最后他那个军队 就有点像抢劫的性质了 最后一次 他是在希腊的城邦阿哥斯打仗 进行巷战的时候 这时候屋顶上有一个老太太 扔了一块砖头 砰的一下 把他给砸晕在地 然后就被敌人围上来 把他给杀了 可以说死得非常狼狈 所以这也可能是 今天西方人不太提的原因 其实希腊人 除了有雅典那些辉煌的哲学家 科学家 但是大多数时候 大部分希腊人是有点 说的不太好听 是像强盗一样 到处去打仗 抢劫 当然人家是英俊 潇洒 勇敢的强盗 我们要讲第二位 大家可能不太听说的 是斯巴达的末代君主 克里奥米尼斯 亚历山大崩溃之后 希腊半岛的各种势力 蠢蠢欲动 斯巴达也想恢复往日的荣光 当年斯巴达三百勇士 多么牛 后来去哪了呢 后来他输给了迪比斯 就衰落了 那更重要的衰落的原因 来自于他的经济体制 斯巴达人特别公平 平分土地 但是呢 他有一个军事上 有一个要求 就是只有公民能够参军 那斯巴达其实统治了 很多的奴隶 奴隶数量远超过公民 雅典也是这样 靠奴隶来支撑 他的所谓自由和善战和财富 那随着经济的发展 斯巴达也出现了土地兼并 地主越来越多 有土地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当兵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位克里奥米尼斯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他想恢复斯巴达的荣光 他就展开了改革 坚决的改革 把土地重新分配 把那些贵族杀的杀 赶的赶 重新恢复集体生活 恢复集体训练 崇尚武力 那很快就获得了效果 确实他又重新恢复了 以往斯巴达的实力 他能够建立起 一直达到两万人规模的军队 然后就在希腊开始东征西战 想重新建立斯巴达人的霸权 那他就引起了亚盖亚联邦的警惕 这个亚盖亚联邦呢 他组成联邦 本来是要为了对抗 北方的马其顿王朝 就希腊三大王朝之一 但是一看形势不对 斯巴达人厉害了 马上亚盖亚联邦就调转枪头 去邀请北方的马其顿王朝 来压制斯巴达人 于是双方就大打了一仗 这时候波西比亚就说 这个命运女神啊 又开始这个造化弄人了 克里奥米尼斯呢 没有坚持到最后 如果他多坚持几天 马其顿人准备撤军了 因为马其顿人受到了东边的 塞留西王朝的攻击 但是早几天撤退 克里奥米尼斯就输了 输了以后去哪 也是去埃及 去希腊的另外一个王朝 托罗密王朝 托罗密王朝呢 特别喜欢收人质 收这个流亡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三大王朝里最弱的一个 最弱的一个呢 就喜欢搞事情 就收容其他王朝的反对者 就有一点像当年德国人 收容了来自俄国的叶宁同志 对吧 要给俄罗斯搞点事情 克里奥米尼斯呢 和皮洛士一样 都到了这个埃及 一开始过得不错 但是埃及后来发生了变化 一个是埃及人认为呢 塞罗西王朝和马其敦王朝都变弱了 对我们威胁不大了 第二个呢 是埃及的国王 开始变得优柔寡断 手下的权臣开始掌握形势 这个权臣呢 觉得不能放虎背山 就弄了一封信 向国王诬告这个克里奥米尼斯 想谋反 于是就把克里奥米尼斯 和他的随从抓起来了 本来克里奥米尼斯呢 是很想返回这个斯巴达 因为他也看到 希腊本土的形势发生变化 那这个克里奥米尼斯呢 是一个具有古人的那种尊严感的人 他就对手下说 我们不能委屈 不能在这苟且偷生 我们一定要逃回去 他就设了一个宴会 把这个埃及的守卫 全部给他灌醉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街上 想逃出去 结果不幸的是遇到了 埃及总督和他的军队 这时候克里奥米尼斯 他们还是奋勇地发起了 叫西方人说的 knife attack 就用小刀去打仗 居然还击败了敌人 然后逃到城门口 发现城门被关了 这时候他还不甘心 跑到埃及的街头 去号召大家起义 推翻腐朽的统治 但是呢 在命运女神看来 他又早了两年 过了两年之后 埃及确实发生了起义 推翻了那个全城 可是现在太早了 没有人响应他 他和手下被包围了 这时候他选择了 有尊严的方式 集体自杀 有点像齐国的 填衡的五百壮士 在刘邦招安他们的时候 不愿意集体自杀 薄熙比亚就评论他 是一位能干大事 非常有磨略的领袖 可惜命运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从此以后 斯巴达一蹶不振 最后就堕落为一个 专门提供雇佣兵的地方 现在我们要讲 加太基世界的一个 陌路英雄 也是最著名的一位 汉尼拔 给罗马人造成了持久的记忆 他曾经在几次大战当中 击败罗马人 他带领部下 勇敢地翻越阿尔比斯山 后来拿破仑也学习他 翻越阿尔比斯山 去击败奥地利 当他在意大利横行的时候 他的本土加太基 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弱点 因为加太基是一个商业民族 只顾商业利益 觉得我们只要做好生意 有钱什么都好说 结果罗马人就派了军队去远征加太基 打败了加太基人 加太基人就赶紧召唤 汉尼巴回到非洲北部来进行防御 于是汉尼巴回国之后 就在扎马这个地方组织军队 和罗马的伟大统帅西匹阿 打了一场著名的叫扎马会战 但这个时候加太基人已经被削弱了 他的奴米比亚骑兵 主要是南方的黑人 已经被罗马人收买了 汉尼巴作为一个领袖 他不光有军事的视野 他也有政治的视野 他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求和 在打仗前 他和西匹阿两个人不带武器 在随从的陪同下 走到一起进行谈判 汉尼巴发表的这番讲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波西比亚能够记录的特别详细 这番讲话堪称对自己 这一生的一个回顾 他的大致意思就是说 西匹阿你看我年纪比你大很多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 当年我也曾站在命运的巅峰 把罗马放在我的命运掌控之中 但是我没有去进攻罗马 因为我时刻都在意 这个命运女神会不会突然来嘲讽我 他说今天你也是这样 你站在了这个命运的巅峰 你一定要毁灭加太基吗 会不会你也会遭到这个命运女神的背叛 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和谈条件 但是西匹阿呢也是一位政治领袖 他对汉尼巴也是比较尊重 但是他指出来呢 第一你现在和谈的晚了 这个之前加太基和罗马之间有反复的这个较量 第二呢 如果现在和谈 我回国没法向养老院交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打这一仗 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阵营 发表了演说 汉尼巴就告诉大家 我们曾经多次打败他们 不要害怕 那西匹阿回去对罗马人就说 掌控世界的历史正在我们脚下 我们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要不就是英勇的战死 我们不可能取物的逃走 于是扎马会战发生了 这个具体过程也不是我关心的 总之加太基失败了 但失败了呢 西匹阿也没有去毁灭加太基城 而是双方进行了和谈 汉尼巴坚决要求加太基 接受所有的这个和谈条件 那汉尼巴后来又做了加太基的执政官 但是呢很快受到这个商业贵族的排挤 汉尼巴被迫逃亡 逃到了东边的希腊化世界 但是又反复受到这个罗马人的追杀和追逼 那些国家就不敢收留他 那最后汉尼巴自杀身亡 这就是他的一个最后的结局 那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加太基 在第三次布匿战争过程中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了 汉尼巴之后的加太基已经不惹事了 安安心心做生意 以为尊重罗马的所有条件 加入了罗马的这个秩序 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不再发展自己的力量 但是没想到呢 只要自己有钱一点 罗马人就要来压照他一次 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 那到最后呢 罗马人决定还是要毁灭加太基的时候 加太基人如梦初醒 原来我放弃了硬实力 只发展商业 就能获得和平吗 不是的 最后如梦初醒来不及了 只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最后全民皆兵 死守这个加太基城 那还是守了很久 最后城破 全体男人被杀掉 妇女小孩被卖掉 北非的加太基文明就此销声匿迹 罗马获得了整个西地中海的霸权 可以腾出手来 跟东方的希腊化国家 一决高低 这就是 波西比亚所记录的 罗马崛起的历史 波西比亚他没有见到后世的凯撒这些人 他讲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历史 一个国家如何崛起